原标题,印度这次没浮夸,美国证实反卫星试验很成功,在产生270块碎片。 在印度总统莫迪宣布成功进行反卫星试验后,不少人认为按照过去印度人的惯例是否真的获得成功,还需要第三方的印证。 而最能够给出可信结论的是美国,因为美国在太空中的监视及预警卫星能够监测这一活动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,当地时间27日报道,美军太空司令部在当天证实,印度的确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反卫星试验。 报道援引美军太空司令部副司令大卫唐普森中将的讲话指出,我们的空军系统,白岛预警系统,和科罗拉多州巴克利空军基地刮兵军标定,评估和报告的这次发射,证实印度导弹命中了目标兴起。 唐普森指出,美国军方正在跟踪碎片云团中的大约270个目标。 在同一天,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警告说,任何正在考虑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的国家,比如印度27日进行的反卫星武器试验,都有可能在太空中制造混乱,因为他们可能会留下一些碎片。 扎那汉在访问美国南部司令部期间,在佛罗里达对记者说,美国人的研究印度反卫星逝世带来的结果。 我的意思是,我们都生活在太空中,不要把它弄得一团糟。 空间应该是我们公共的地方。 太空是一个人们应该有自由活动的地方,根据正常的过程,反卫星武器摧毁的卫星目标会行。 成碎片云与其他物体发生碰撞,从而造成空间危险,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穿越地球轨道的破坏反应。 但是,印度外交部带化了27日反卫星试验产生的碎片所带来的风险。 印度外交部方面称,这次反卫星的撞击发生在天地轨道,目标卫星被击中后,残骸降在几周内腐烂并落回地球。 美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,在华盛顿对美国国会议员说,美国正在追踪来自印度反卫星试验的大约270件物体,随着碎片的扩散,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。 不过,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副司令唐普森中将表示,国际空间战目前没有危险。 美国宇航局局长布里登斯汀27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,反卫星物器试验的后果可能是长期的,如果我们破坏了太空,我们可能无法把它恢复原貌。 但是,布里登斯汀没有提到印度的名字。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,印度将是即美国、俄罗斯之后第四个使用这种反卫星武器的国家。 美国在1959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反卫星试验,当时人造卫星继续又有新颖。 鉴于全球对空间的依赖日益增加,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,目前最重要的是为空间制定规则。 没有交战规则是令人担忧的。 因此,人们如何测试和开发技术是重要的。 因此,人们如何测试和开发技术是重要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